我們現在在龍井的市區 這邊市區算是市中心的 這邊距離區公所大概一兩公里 我們今天要賣的是公寓 要爬樓梯 我們上去看一下 這間公寓它有一點露蟲 這間公寓怎樣 它有一點露蟲 它是在三樓 公寓就是沒有電梯要爬樓梯 一層樓有兩戶 基本上樓梯也算蠻乾淨的 它其實還蠻明亮的 因為現在傍晚了 所以還是開一下燈 客廳 一進來就是客廳 然後它有一個落地床 那剛剛我有提到 它 它有一點點面臨露蟲 但是因為這不是透天 或許還是有人會忌諱 然後這邊有一個 陽台 但是這個陽台 他們因為隔壁有堆滿東西 擋住一些光 擋住一些光 好的 好 我們來看一下 這是其中一個房間 這個房間的窗戶 對著剛剛那個陽台 然後這邊另外一個房間 這邊就可以看得到一些景 但是從旁邊斜斜的看出去 好 總共幾個廁所 兩個 三房兩天 這是公衛 對這是公衛 好 這個可以做乾石森裡 好的 但是廁所蠻乾淨的 現在這個是主臥室了對不對 對 主臥室 所以它有一個 小套的衛浴 它的那個聯盟頭在底下 好的 這一間就很 這一間很明亮 但是我沒有開窗 好 然後它這個是圓屋礦 所以還是有一些Bi需要處理 這間我們沒有開燈 因為它燈換掉 所以它燈 沒有裝燈關 它的廚房 圓屋礦 所以廚房需要重新 再弄過 這是它的另外一個陽台 好了 好 那 這就是要重新整理過 但是算是 三房兩天兩位 多少錢 三個陽台 三個陽台 當然有人會覺得這個陽台 有 可能沒有差不多 但是聊勝於五 至少它是三個陽台 那 你可以當成兩個陽台 有兩個陽台也沒關係 反正第三個是多的 然後 498 萬 低總價 超低總價 498 萬 沒有車位 但是前面還算好停車 前面這邊 這邊的空地 還有旁邊 因為這邊龍井 不是 龍井其實算是比較鄉下的地方 要找車位不難找 那缺點都看到了 它沒有天然瓦斯 這沒有天然瓦斯 然後 也需要自己找車位 沒有車位 在公寓三樓要爬樓梯 但是不是很高 三樓而已是還好 超低總價 498 參房兩廳 兩位浴 三個陽台 我相信 應該很難 有比較競爭的 價格出現的 真的還蠻便宜的 可是 它也是賣很久了 因為這些 缺點 真的也是賣蠻久了 你還是需要花錢整理 當然你要小整理 還是可以住人 看你的標準 當然還是希望你會願意來找我們來看 來看房子 那我們目前很多 歡迎追蹤訂閱我們的頻道 謝謝 謝謝大家 拜拜